去哪裡啊 出去走走啊 那是什麼 打開 老爺問你話呢 如此一中你 竟然這麼不是大體 爹爹 何曾不是讓女兒失望 女兒本以為 爹爹會是最愛我們的人 可如今我們三姐妹分嫁三房 一生都要面對 自己的夫婿 和自己姐妹的夫婿 争得不死不休的局面 爹爹 你有考慮過我們的感受嗎 你是這樣想為父的 我和巫谷里已經捲入 太祖一息的政治鬥爭中 何苦再把燕燕牵扯進來 爹爹 燕燕和韩德仁是真心相愛 他根本不想入宮 我求你 幫過他 讓他們走吧 聖子已經下了 豈能更改 為什麼不行 主上也不过是为了与后族联姻罢了 因父亲功大 所以要娶燕 父亲若是怕 主上与后族其他两支联姻 令我们这支被削弱 那 那让我代替他 进宫吧 你简直是胡闹 爹 尹萨格外头 我与他的婚姻已经作罢 既然要联姻 三姐妹中我是长姐 你一直栽培我 学闻习武 以树立太后为典范 如果说要做皇后 就让我代替燕燕去当吧 你太不了解主上了 他有着和软弱外表 截然相反的内心 你掌控不了他 没有任何人可以掌控他 你明白吗 燕燕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娇生惯养 一向任性爱闯祸 若是我征服不了他 那燕燕入宫 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主上这个人 能够在先帝 这样残暴的人 得手底下 都不让他怀疑 那他的臣服 得有多深 如果燕燕进了宫 会是他的对手吗 你这么了解主上 燕燕不是他的对手 你就是吗 虎年啊 你是该用心计的时候 用了感情 但用感情的时候 偏偏动了心计 你有没有想过 燕燕是主上亲自选的 他对燕燕有感情 势必有的时候就会心转 所以燕燕 比你更适合进宫 爹 我这一生 已经没了希望 我国里 虽然现在 看似幸福 但吸引他的野心 是早有一天会寒的 我本以为 我们三姐妹当中 至少还有燕燕能够幸福 可是爹爹 你的心肠是铁打的吗 为什么你还要端送 燕燕的幸福 我娘 若地下有志 看到三个女儿 都要婚姻不息 那我有多伤心 你不要再说了 你起来吧 我不起来 除非爹爹答应我 放了燕燕 胡念啊胡念 好吧 爹爹告诉你 你还说你不是感情用事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你入了宫 燕萨格会做什么 怕一定会带兵进宫上京 到时候天下大乱 我们萧家 就成了大辽的千古罪人 明白吗 可是爹 你们三个姐妹当中 只有燕燕的性格 最为刚毅 她适合独当一面 她进了宫 即便遇到困难 她也能克服 我相信她 孩子 知道吗 在你们三个姐妹当中 你是爹爹最倚重的女儿 你娘亲去世得早 万一哪天爹爹出了意外 正空家族的重任 就要交到你的手里了 这个 对我们萧家来讲 比做皇后重要得多 好 好